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发展军力 并且逐渐在缩小 美军保持了几十年之久的军力优势 美军目前正在推动一个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 表示有信心维持常规战力的优势 防止战争的爆发 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 欢迎李宝 谢谢 李宝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这个第三次抵消战略 它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呢 听起来有点奥狗 什么叫抵消 其实美军是这么解释的 就是说当你的竞争对手 在军事的某些方面跟你旗鼓相当 或者是甚至超越你的时候 你应该采取一些战略方式 这样使得能够抵消那些不利的因素 然后继续维持你的军事优势 那目的是为了防止阻碍 那些可能发动战争的这些竞争对手 不要发动战争 因为我比你强大很多 是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讲到这个历史 讲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 那么1950年代的时候 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 远远超过美国 那美国怎么办呢 也不能够很快去招很多人 是不是就决定把核武器 纳入了这个军事的部署 结果就成功地阻止了苏联 向西方世界发动任何的进攻 下一次第二次的这个抵消战略 是在1970年代 那个时候呢 刚刚越战刚刚结束 苏联那个时候也有了核武器 所以你那个不管用了 所以呢 但是那地面部队还是超过美国很多 那怎么办呢 美国想出另一个办法 就是发展这个太空技术 还有远程精准打击的技术 它可以在很远 任何地方可以打击你的任何目标 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而且也成功地起到了这个遏制的作用 好了 那现在到了现在 21世纪 又发生什么情况呢 苏联 没有苏联了 俄罗斯和中国 同样也有核武器 它同样也有精准的这个打击武器 也可以远程在任何目标 打击任何 他想打击谁打击谁 任何时候 任何目标 他都可以打击到 好了 问题又来了 那怎么样去维持这样一个这个战争优势 军事优势 能够阻止这些国家 有可能对你发动进攻呢 因为毕竟是对手 或者是竞争的一个竞争者 你不知道他的行为是怎么样 你不知道他意图怎么样 你总得要维持这样一个军事优势 这是美军的这样一些想法 这样呢 就来了第三次的抵消战略 那像你刚才说的 现在美军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的军力是增强了 那么这一次美军的这个抵消战略的 它的内容是什么 又怎么样去实现呢 上一次我们都讲到 刚才第一次第二次 在更多方面是讲武器技术 这一次呢 美军的这个说法呢 并不是专门是武器 甚至不是主要是武器 是什么呢 是改变一些这个作战的模式 还有它的这个军队的结构方式 以便更好的利用即将到来的 或者是现在有的这样一些军事技术 所以呢 但是呢军事技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特别是什么呢 叫人工智能 还有自动化作战 这个方面呢 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还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说 当你这些军事的这个网络 受到网络攻击 瘫痪 完全瘫痪的时候怎么办 就等于是一个极端 没办法发这个军争武器的时候 你怎么办 所以呢 这个战略也包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 作战网络瘫痪的时候 如何能够保持你的军力 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 那像刚才你说这些 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 以及这个如何应对网络瘫痪 这些似乎像中国俄罗斯 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也可以做到 那么美军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没错 他们承认也能做到 但是呢 今天美军这个几位领导人 在智库的里面讲话 就是好几个人都讲到这一点 他说 在一个民主国家 在一个信息自由开放的国家 这个军人呢 他应该 他在一个自动化作战里面呢 他能够完全的全方位掌握信息 所以呢 在这个自动化作战的时候呢 他能够 不但能够看见这个某一方面 他还是看见很多方面 这样的话呢 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能够做出一件更快 更准确的决定 但是呢 在一个专制的国家 他要听上级的话 主任或者是军队部长 没告诉他的时候 他不敢去按这个按钮 或者是怎么样 比较灵活 所以呢 就是说他们认为 美军认为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一个新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 在未来的自动化战争里面呢 民主国家的军人 比这个专制国家的军人的 这个这种优势会更大 这是他们讲 另外一个优势就是 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 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 美军呢 跟专制国家不一样 它在世界各地 拥有非常多的这个盟友 和伙伴关系 而这个专制国家 似乎没有这么多 起码是这样子 这的确是美军特有的优势 谢谢李宝 谢谢李宝 今天来参加我们演播时的讨论 谢谢李宝